在酒精出大之後 沒多久就敢拿酒精當題材 也是不簡單了 不 就是因為酒精最近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我才把這個囤了半年的題材拿出來做 畢竟要不是最近酒精才剛奪去一條人命 我在影片裡面所做的安全宣導 根本不會有人聽對吧 而事實上呢 就算我在上次那支影片裡面 已經數度宣導了酒精的危險性 以及告訴你們 如果沒有專業的知識 千萬不要在家裡輕易嘗試之後 還是有很多小觀眾 興高采烈的跑來跟我分享 他看了我的影片之後 自己在家裡做了酒精實驗的結果 啊 各位啊 你們不知道我在看你們分享那個實驗過程的時候 心裡是有多害怕 雖然從古到今大家都說 不知者不醉 但事實上 無知本身雖然確實稱不上一件罪 但無知卻非常的危險 因為無知會讓你完全搞不清楚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最終犯下大錯 所以呢 我在例外酒精剛出過大事的這個時間點 拍了一支以酒精這麼敏感的材料 作為主題的影片 就是為了告訴你們 知識的重要 以及無知的可怕 所以拜託 各位以後看到任何影片或事情 想要模仿的時候 請務必確認自己 已經弄清楚背後運作的原理了 否則在無知的情況下 亂搞的結果 很有可能不只會害死你自己 還會害慘你身邊的所有人 又見面了各位 我是無知 今天的開頭有些嚴肅喔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主題 所以我們要用非常嚴肅的態度去面對它 那如果有從開頭看到現在 搞不清楚我在說什麼的 或者是不知道酒精之前 到底發生過什麼大事的 請移駕一下 去看佑老師拍的這支影片 裡面清楚地說明了 整件事情的始末 以及酒精本身的危險性 那麼因為我之後 可能也會製作 蠻多以酒精作為題材的影片喔 所以真的強烈建議 大家都去看一下這支影片 了解酒精這個東西 本身的危險性 好 那麼嚴肅的話題說完了 我們先來切換一下模式 啊 嚴肅模式好累啊 我最討厭說教了 你們不要一直逼我說教 我叫你們不要學 就真的不要學好嗎 要是知道有人在那邊亂學 結果出了什麼事 害我被輿論踏伐 那大家都很難過的嘛 所以拜託 我在影片裡面說 可以做的就是你們真的可以做 說不要做的就拜託 真的不要做 像酒精這個材料 就是你們在家裡 不應該自己亂玩的東西 除非 專人指導 我們今天就來教你們 怎麼樣用手邊就拿到的材料 自製一個安全的 酒精燈 OK 那在開始製作之前呢 我們就先來認識一下 這個大名鼎鼎的酒精吧 我手上這一罐呢 就是一般我們會在化工材料行 買到的工業用酒精 或者有的時候你們也會在外面 看到長得像這樣子的工業用酒精 那這種工業用酒精 雖然群度相當高呢 但是它是製作來給工業用途的 它不是拿來吃的 所以你們可以把它當作燃料 也可以把它當作溶劑 但是千萬不要拿來喝 真的會出事 那這種工業用酒精呢 雖然跟我們一般平常喝的酒 裡面的酒精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它們危險的地方卻都一樣 那就是它們非常容易揮發 也非常容易燃燒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酒精這種液體啊 它從液態轉變成氣態的速度特別快 所以呢 你們看這個罐子的上半部 這邊好像是空的對不對 不是 裡面通通充滿了酒精蒸氣 那剛剛講到酒精這個東西 它特別容易燃燒嘛 所以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裡有一團火 然後你把酒精這樣子整罐 直接倒下去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錯 倒下去的酒精會立刻起火 然後這個火呢 會一路燒回這個瓶子裡面 接著這個瓶子裡面的酒精蒸氣會 瞬間全部都會引燃產生爆炸 而爆炸產生的氣壓 會把裡面的液態酒精往外擠 變成一個火柱 噗噗這樣噴出去 然後被那些燃燒中的酒精灑到的東西 就會全部都燒起來 引發大災難 所以你們看平身的注意這邊 其實有說 再次添加燃料前 請先確認火源 以熄滅並於安全處做添加動作 而且右上角這裡也有說 禁止於客戶面前添加本劑 OK那說了這麼多咧 我們接下來就來實際 見識一下酒精 它到底有多好燒吧 OK那接下來這個實驗 因為會產生明火 所以我們該做的保護手 實在是先做好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實驗只要操作得當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危險性 就跟你在開瓦斯爐一樣 不過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嘛 多做一點準備總是好的 OK那我們現在就先把等下要燒的這個酒精呢 先把它加到這個盤子裡面 哇 那因為之前的留言裡面呢 有提到酒精不能接觸明火 非常的危險 我們現在就立刻來帶你們看一下 酒精接觸明火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為了讓你們更好地觀察到這個反應 我們先把燈都關掉 OK 那麼究竟 惡名昭章的酒精燃燒起來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立刻就來看一下 來 3 2 1 它就是個瓦斯爐 它就是這樣一直燒一直燒而已 完全沒有什麼危險性 好啦 你要說危險 頂多就是這個火往上燒的時候 可能會不小心燒到一些什麼奇怪的東西 然後產生一些危險 但其實你只要在適合的場地進行安全的操作 它就是這一盆火而已 完全沒有什麼安全疑慮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酒精在燃燒的時候 產生的火焰是藍色的 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我們就等它在這邊燒 OK 已經完全燒乾了 我們開個燈 沒錯 正確操作下的酒精 就是這樣子安全又漂亮 而且好用 但是如果你們要在家裡做這個實驗的話 拜託 千萬不要 在它火還在燒的時候 就倒酒精進去 不然真的會出打屎 我再講一次喔 千萬不要 好 我們了解過酒精燃燒的特性了之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擺一邊 都可以鋪成了這麼久 我們終於要來開製作今天的主角 還有酒精燈啦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材料 這次要用到的材料呢 有鋁罐 美工刀 鐵齒 切元器 開動工具 打火機 剪刀 還有酒精 好 那最後這兩樣是最後才會用到的 所以我們先把它擺在後面 OK 那我們先要用其他的這些 來製作酒精燈的本體 那首先第一步呢 找一個4到5公分高的東西 把你的美工刀這樣子給它架著 然後呢 伸出一點點刀刃 接著像這樣在鋁罐旁邊畫一圈 把它切斷 好 那切的時候要有些耐心啦 那個鋁罐比較脆弱 比較不小心就給它留下一個什麼傷痕 好 那切下來再斷了之後呢 如果你有砂紙之類的東西 可以在這邊稍微磨一下 把它邊邊角角修掉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要小心 等下操作的時候不要被刺到 那切好這個底部了之後呢 再用相同的方法把頭部這邊也切下來了 OK 把這個頭切下來之後呢 這兩個應該是要完全一樣高的 那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拿出你的割圓器 把這個上半部的中間這邊切掉 只留下旁邊的一點點 好像是這樣子 好 切起來大概像這樣 旁邊留下一點點間隔 不要完全照著這邊切 那切完了之後 如果你有砂紙的話 也可以把旁邊這邊磨一下 避免等下刺到手 那剛剛在切的過程中 也是需要一些耐心喔 多劃幾刀等那個勾夠深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像是尖嘴鉗之類的東西 這樣子 就把它拔下來 啊如果你沒有尖嘴鉗的話也沒有關係 你就拿這個切緣器在那邊一直劃一劃一劃 劃到最後也是會穿的 好 那處理好這個上半部之後呢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把上半部的外圍這邊 16等份並且劃上16條直線喔 這邊稍微比較麻煩一些喔 如果你要精確的拔16等份的話 會需要用到一些齒規做圖的技巧 那如果你不想要那麼精確的話呢 你可以拿一條繩子的圍繞一圈 然後你看那個繩子有多長 直接把那個繩子做上16等份的記號之後呢 圍上去然後照著畫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次為求精確喔 我們麻煩一點用齒規做圖 16等份完了之後呢 就把每一等份都畫上一條垂直的線喔 長得像這樣 接著呢拿起你的打洞工具喔 在每一條線跟這個環交接處的地方打一個洞 好 打完洞了之後應該會像這樣子喔 那剛剛為了節省時間喔 就直接用電動工具了 你在家裡用那種鑼子、磚子之類的 這樣慢慢戳慢慢戳 也是可以打出洞的 那打完這16個洞了之後呢 就要拿出你的鐵齒 沿著剛剛畫直線的那個地方 用你的指腹跟鐵齒 用力的在鋁罐上壓出一個痕跡 壓好之後應該大致上會像這樣 ok 16刀壓痕都處理好了之後 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最後一步呢 就要拿剪刀 在這個線的底部這邊 剪出一個大概2公里的小開口 剪好一個之後呢 剩下的這16個就全部都照這樣剪 完成之後大概長這樣子喔 ok 那做到這一步之後呢 基本上就已經算是大功告成了 因為接下來只要把這個 處理好的上半部 給它扣進這個下半部裡面 一個簡易的自製酒精燈就完成了 很神奇吧 那既然好不容易把這個東西做出來了 我們就立刻來測試看看它的效果如何吧 首先添加酒精 酒精不用太多啦 倒個差不多2、30毫升就夠了 那倒完之後就要來點火啦 不過在點火之前 拜託請簽確定附近已經沒有酒精了 這個請你拿遠一點 好把沒有要用到的酒精移到旁邊了之後 最後再確認一次 你的手上或者是旁邊有沒有剛剛灑出來的 酒精還沒有乾掉的 確定一切都安全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點火測試看看啦 來 3 2 1 哇 我這裡有一個腳沒有做好喔 不然它應該是很漂亮的火這樣集中到中間的 但是你們看那邊 這裡 它有一個凹下去的洞啊 看起來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呢 整體看起來它是非常順利在燃燒的 那你們不要看這個酒精燈的火力好像很弱一樣 但其實它的火非常的集中 而且非常的耐久 那具體上來說到底有多耐久咧 我們來做個實驗 沒錯 我們要用這個酒精燈燒開一碗水 直接煮麵來吃 那各位不要以為現在好像看不到什麼火焰 好像火力很弱一樣 沒有 其實裡面的火力超強超級中 其實因為現場光源太亮了 所以這個燃燒起來本來就很不明顯的 酒精燈火焰看起來又更不明顯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等水燒開 OK 水差不多廢糖了 我們把麵條丟下去 YES 喔 燃料燒完了 我們的麵 欸 看起來也好了 哈 吃麵喔 帶個東西把它蓋一下子 確定它完全熄滅 哇 你們看這個麵體 完全熟透啦 好 費勁了千辛萬苦啊 終於完成了這碗 自製酒精燈 煮成了乾麵 我們立刻就來吃吃看它的味道如何 就跟用瓦斯爐煮的一樣啦 OK 那麼今天影片看到這邊 大家應該都已經清楚 酒精就像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的東西一樣 本身雖然確實是有危險性 但只要用正確的觀念進行安全的操作 就可以把危險性降到幾乎為0 竟然讓這些東西成為便利我們生活的一大工具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 知識就是力量 不知者雖然不醉 但是很危險 OK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這樣啦 不過各位看影片看到這邊喔 如果你是有物理相關的專業背景的人的話 應該有注意到 其實我今天做的這個酒精燈 並不是完全的成功 最理想的狀態中 外層跟內層這個縫應該是不存在的 酒精應該是完全都從這個溝槽裡面這樣順上來 然後從洞裡面出來的 這樣子酒精燃燒的效率跟火力才能最大化 那其實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做這個東西啊 很多細節沒有處理好 以至於它做的不是很成功 各位如果想看這個完全成功時燒起來是什麼狀態的話 可以點我底下說明欄的影片過去看一下喔 那如果你們想要學更簡單 而且效果更好的酒精燈製作方式的話 就趕快按讚 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 所有可能會感興趣的人吧 假如今天這支影片到達30萬點閱 同時有1萬個以上的讚的話 我就會請發明這個東西的本尊 來教大家怎麼製作更強大的鋁罐酒精燈喔 OK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並且喜歡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可以點旁邊街小光光 那最後再重生一次 如果你沒有專業的知識 請千萬不要隨意模仿 你在網路上看到任何說了不要模仿的影片 不然你真的很有可能替你自己 還有你身邊的人 想超大的麻煩 我是胡子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